曾经引领世界经济的日本,在1980年代是一个亿万富翁云级的富裕国家。 然而,在之后到来的失落的30年中,日本经济经历了长时间的低迷。 不过,最近日本重新显现出经济复苏的迹象,吸引了世界市场的关注。 这种变化究竟是因为什么呢?与韩国经济相比又有何不同? 日本的经济复苏是多种因素结合的结果。 首先是经济周期的变化,日本经济在经历了长期的低增长期后,现在已进入复苏阶段。 然而,这次复苏的背后还有更复杂的因素。 日本的低利率政策和日元贬值现象,使日本的出口企业受益匪浅。 低利率政策使企业能够更轻松地筹集资金,弱势的日元提高了日本产品的价格竞争力。 因此,日本的主要出口企业重新焕发了生机,对整体经济产生了积极的影响。 此外,地缘政治的局势也对日本有利。 目前世界正因美中之间的霸权竞争,而经历诸多变化,而日本在这种局势中作为美国的盟友发挥着重要作用。 因此,原本投资于中国的资金正在流向日本,在半导体和人工智能爱领域,日本正崛起为新的投资目的地,这对经济活力的提升有很大帮助。 这里需要注意的是日本的2012年体制。 2012年,日本在国家战略上做出了重大调整。 过去的1955年体制下,经济发展是最优先的目标。 但2012年后,日本建立了以安保和国际战略为中心的新体制。 这被称为印太战略,其目的是联合印度洋和太平洋的海洋力量,共同牵制中国。 这不仅仅是为了经济复兴,更是为了扩大日本在国际舞台上的作用。 那么,这些变化对日本企业产生了什么影响呢? 过去30年,离日本在艰难的经济环境中有许多企业被淘汰。 然而,在这种环境下依旧实现了创新并存活下来的企业也存在。 典型的例子是索尼和丰田。 这些企业在危机中不断进行创新,成功生存至今,并且在最近的经济好转中再次实现了增长。 那么韩国的情况如何呢? 目前日本利用其地缘位置吸引了新的投资。 而相比之下,韩国则面临困难。 尤其是韩国在日本构建的印太战略中迟到的参与,使得经济上处于不利地位。 尽管参与了由美日主导的这一战略, 但由此带来的经济利益却不如应对华关系恶化而带来的损失来得大。 这是目前的现实。 最近,韩国政府认识到了这种局面,正在努力恢复与中国的关系。 然而,修复与中国之间的信任仍需要时间。 与此同时,日本不仅在与美国的合作上保持积极态势, 也在寻求与中国保持平衡的关系,外交上动作迅速。 总的来说,日本的经济复苏不仅是简单的经济周期的恢复, 而是国家战略和地缘政治优势充分结合的结果。 我们在看到日本的这些变化时,必须重新审视韩国经济的未来战略。 未来在国际形势和经济战略上,需要更加谨慎和明确的判断。